大家好 我是鄭英傑 歡迎收看天天鼓鼓掌 首先我們先來關心一下 加權指數今天的表現 加權指數今天出現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開高走低 開盤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上漲54點開出 那盤中最高呢 甚至於還漲到86點 很可惜的是開高走低 最後是小跌5點 那成交量1122億 這個行情我昨天曾經問過大家 大盤從這個8月16號的10606 漲到昨天最高11099 甚至於今天更高11186 在這段行情裡面 我說很多賞戶投資朋友 不但賺不到錢 甚至於還在賠錢 甚至於我敢講 今天有很多投資朋友 看到這個大盤 開盤大漲54點之後 又跳進去買股票 結果一跳進去買 今天馬上現買怎樣 現套為什麼 因為收盤的時候下跌5點 你可以看到下跌的加速 將近500加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散戶其實真的很悲哀 為什麼我說很悲哀 你看喔 散戶從這個地方跌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看壞整個大盤 這個地方不敢買 然後呢 眼巴巴的看著大盤 一直漲 一直漲 金金漲 不斷漲 漲到昨天已經漲了500點 結果今天呢 開盤跳功開高之後 受不了了 終於跳進去買 一買馬上就住套房 我說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做股票的習慣 如果還是在追高殺低的話 我勸你真的不要做了 因為你會做一輩子 輸一輩子 為什麼 因為賞戶永遠都是怎樣 看跌說跌 看漲說漲 跌下來的時候 明明是好的買點 卻因為看不懂行情 結果這個地方在觀望不敢買 等到漲上去 漲到這裡了 受不了了 甚至於到今天受不了了 跳進去買 結果一買馬上就住套房 所以我昨天就問大家了 大盤雖然在金金漲 問題是你真的賺到錢了嗎 如果還沒有賺到錢的話 那就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的選股的邏輯有問題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一定是你操作股票的方法 有問題 只有這兩個問題而已 要不然大盤在漲 有的人可以賺得很開心 為什麼你沒有賺到錢 我說我來這個電視節目 其實最重要的是要賣你觀念 一個正確的操盤觀念 你的資金如果是在50萬以上 200萬以下 通通都叫做什麼 小資族 那如果你是小資族的話 麻煩你從現在開始 改變你的方法 你只能做一檔股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的資金已經不多了 你不應該再把它分散開來 分散開來結果 只會讓你的資金 像一灘死水一樣不會動 各位你看看你現在的做法 大盤藏了五六百點 結果你的資金 是不是像一灘死水一樣 根本就卡住不動了 不但沒有變大 甚至有些還在縮水 所以從現在開始 麻煩你改變一下你的做法 50萬以上 200萬以下 麻煩你重壓 一檔股票就好 而且你要懂得買進強勢股 而且你要懂得放空弱勢股 會做多也要會放空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昨天 我們公開在電視上 跟大家分享這一檔股票 8163的答方 昨天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今天繼續上漲0.9元 大盤今天開高走低 但是我的答方 一樣保持非常強勢的 這樣上漲的一個格局 這一檔股票答方 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昨天事先告知 而且我做給大家看 究竟我在哪裡做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我相信 有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在今天 你是第一天看我節目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我們到底有沒有做 昨天是不是叫8月29號 昨天我是不是在電視上告訴大家 我們昨天VIP重壓做多 買進了這一檔 答方的股票 在哪裡買 54塊半 買進40張 當然一定會有投資朋友會懷疑 老師你昨天真的有在電視上 公開的告訴大家 你告訴大家說 你的會員朋友真的有買這檔股票嗎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我們請導播放一下8月29號 精彩的VCR 導播請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8163 8163的答方 今天現買現賺 怎麼做的呢 很簡單 等一下我會讓你看一下我們的動作 今天8月29號 答方這檔股票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開盤開在54塊4 最低54塊 最低54塊 那今天盤中最高還漲停板 但是收盤的時候收在哪裡 58塊6 這檔股票為什麼我今天會買進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動作 答方這檔股票 我們自從新普出掉之後 我就一直沒有買進新的股票 今天終於讓曾老師逮到機會 趕快通知會員進場 我們來看一下 9點02分 我通知會員了 現貨開盤2分鐘 VIP重壓做多 新會員你有沒有看到 剛參加的新會員 以及手頭上有資金的 就是說你只要是新會員 你手頭上有資金的 8163的答方 目前報價在54.5元 當時9點02分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歡迎大家去比對一下 報價在54塊半 我就告訴會員 掛54塊半 給他買進幾張 你有沒有看到 這叫40張 買進幾張 買進40張 我說你的資金 如果是在50萬以上 200萬以下 如果在昨天 你跟著我們進場 去操作 答方這檔股票的話 買在哪裡 54塊半 買他40張 真的 就全部只壓這一檔股票 200萬的資金 就買這一檔 答方這檔股票 買他幾張 40張 買完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賺錢 根本就不會很困難 為什麼 這個昨天 現買現賺之外 今天繼續再漲再賺 事先告訴你 而且做給你看 就算你看了我的節目 你今天跟著進去買 你都還可以怎樣 小賺 所以我的節目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的節目 都是事先告知 並且實戰做給你看 我們直接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答方 收盤的時候 收在59塊半 對不對 請拉近 昨天54塊半買的 你看一下 當你把資金集中起來 只做這一檔答方的同時 今天收在59塊半 你200萬的資金 200萬的資金 昨天在54塊半買40張 今天 今天一張價差就5塊錢 那40張幾塊 200塊 還好20萬 短短兩天的時間就10%了 如果兩天的時間 可以買對一檔股票 而享受到10%的價差的話 我幹什麼 要買一大堆股票 所以我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其他老師 都可以叫會員 不斷的買股票 最後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了 原來這些老師 根本就看不懂股票 因為看不懂股票 所以只好拼命的叫股票 總會有叫對一檔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說 從現在開始 你只要把你的資金集中 你乖乖的交給我 讓我們的操盤是 來親自這樣 帶你操作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你的資金有多少錢 告訴我們 我們會告訴你買幾張 甚至我們告訴你 買在什麼價格 像昨天的達方 54塊半買進40張 馬上兩天的時間 一張價差就5塊錢 40張價差多少 200塊 這就20萬了 做股票你不就是要快 要怎麼才會快 金額到股票 然後中壓 這樣才會快 對不對 這樣才會快 所以我再講一遍 如果到現在 你做股票 還是一直沒有賺錢的話 那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個 你的選股的功力 你的選股的功力有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買太多股票了 一定是這樣 只有這兩個原因 才會導致你沒有辦法賺錢 要不然你看看大盤 為這個 為這個 10606 蓋到漲就好了 我們說漲就好了 蓋到漲 11099 硬起493點 今天半張 對不對 是不是蓋到500幾點 但是重點是你為什麼不賺錢 那就是因為你的做法有問題 那就是因為你撐的股票有問題 所以你才會不會賺錢 你對老師也一樣 有在跟老師操作的也一樣 為什麼大盤明明漲了500多點 你的老師帶你做的股票 卻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大盤在漲 從哪裡漲到哪裡 從這個地方 10606 漲到11099 這漲要500點 為什麼你的老師帶你做的股票 都沒辦法讓你賺錢 因為他快的股票太多 在這些股票裡面 有張有跌 導致你的資金像一灘死水一樣 根本不會動 可是如果你今天願意改變方法 跟著曾老師來做的話 這一檔答方 昨天公開告訴大家 剛剛VCR你有看過 40張價差已經多少 應20萬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檔股票 來各位 那這一檔答方 這一檔股票 為什麼我會做 昨天我也告訴你了 我只做我熟悉的股票 其實答方在之前 5月7號 我們就已經做過一趟了 來請拉近 在35塊6 我們請會員買進 當時在5月7號 買完之後 5月7號進場 35塊6 然後86塊我們出金 那出金之後 我們還有在電視節目上 告訴大家 6月21號我們出金了 那出金完畢之後 我也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一檔股票 我會買 因為原因很簡單 我們發現 它底部成形了 所以我們在昨天 其實交代了很清楚 為什麼會買答方這檔股票 那講完了答方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檔股票 這個漲不停 這我說多久 我說兩禮拜 感情呢 來 我們來看 這叫8月16號 8月16號在哪裡 各位 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大盤 大盤底部的起漲點 只有8月16 你有沒有看到 我就是在這一天 告訴我們的會員朋友 去買穩帽這檔股票 而當時的穩帽 請你拉近 他在144塊 我在那一天的時候 講這檔股票的時候 他當時還在下跌 我怎麼告訴大家的 很簡單 我說我們在8月16號 你有沒有看到我這裡 8月16號有沒有 我們重壓做多 重壓做多 VIP重壓做多 買進什麼 3105的穩帽 買在哪裡 135買15張 這個時候的大盤的位階在哪裡 就在這一天 8月16號 你說你是不是選對人 你可以操作股票 做得很輕鬆 那老師 你真的有在8月16號 叫會員朋友去買進穩帽嗎 我怎麼不知道 沒關係 我知道投資朋友 你都是健忘的 我們再請導播放一下 8月16號當天 我請我們的會員朋友 操作穩帽的證據 請導播放一下 8月16號的VGR 行 謝謝 各位 我記得我在之前 就有提醒過大家 其實我一直在觀察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就叫3105的穩帽 今天我們進場了 我們今天終於進場了 各位 今天終於進場 老師 今天縮盤它還是跌一塊半 請拉近 跌一塊半 你怎麼會去買這檔股票 通常電視上 老師會說買進的股票 當天都是大漲 或者是亮燈漲停 你怎麼會去買這檔跌的股票 各位 買股票一定是要在什麼時候買 一定是在大家看壞 看很爛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低點 對不對 那通常大家看很好的 我告訴你 那都是高點 等一下下半段我會講國具 那我們現在來講穩帽 穩帽今天我為什麼會去買 原因很簡單 我等一下會分析給大家聽 他的技術分析 我等一下會講解給大家聽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買在哪裡 來你看喔 這是今天9點 9點的時候 現貨開盤了48秒 我告訴大家 VIP重壓做多 3105的穩帽 今天開盤價 它叫136.5 當時9點一開盤的時候 它開在136.5 我請我們的會員朋友掛定價 135元買15張 買15張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最低 134.5 這個一定買得到 對 那開盤價是不是136.5 我們請會員掛135塊買進 135塊買進 買進幾張 買進15張 這個資金大概200萬 買股票 要在什麼時候買 剛剛的VCR你看得很清楚 買股票就是要在大家都害怕 看壞的時候 你才進去買 請看一下 最近的低點是不是在8月16號 沒有錯吧 8月16號的當時 我相信所有的投資朋友 一定都看壞行情 你看從這個地方 11000多點摔下來 跌了500點 大家一定都看壞的同時 曾老師卻 選擇在這一天出手買股票 而且一買就開始怎樣 天天在漲 天天在漲 我天天都跟大家推薦這檔股票 穩帽 從8月16號最低134.5塊 漲到今天已經166塊 親愛的投資朋友 當天 你剛剛所看到VCR就是這一張 我通知會員的證據 來 通知會員的證據 VIP重壓做多 3105的穩帽 開盤價在136塊半 剛剛VCR你有看到一模一樣 掛定價135元買幾張 買15張 當你集中資金 買進這一檔穩帽的時候 時間點在8月16號那一天 我請問一下 你想看看 你所有的資金 如果是在這天8月16 去給他買進股票 會不會賺錢 你當然會賺錢啊 那為什麼你這一天不敢買 因為你老師看不懂 這也是低點 你自己也看不懂 你可能認為這裡還會再下去 所以你不敢在這個地方買 可是曾老師 卻剛好就是在這一天最低點的時候 買進穩帽這檔股票 所以 我說過了 買股票如果你真的功利不夠的話 你趕快到人就對了 你對我來做這個穩帽 你看 135元 你所有的資金200萬 都拿下去 來 各位 為什麼可以買 回測周縣起漲區 有沒有看過這張字卡 有吧 當時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技術線型的關係 我請我們會員買進 來到今天你看到什麼 已經收到 收盤收在166塊 你135塊給他買進15張 是不是可以很輕鬆的享受到 一張價差31塊 然後15張價差多少 45塊等於多少 來 各位來看一下 來 這個叫46萬多少 5000塊 這個叫價差 46萬5000塊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每天在追蹤我的節目 我也相信所有的人 每天都在看這一檔 3105的穩帽有沒有在漲 我跟你講看歸看 可是我相信你光是看你賺不到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今天在這個電視節目上 並不是要告訴你 我們賺多少錢 其實坦白說 這個錢永遠賺不完 我只是要跟你分享 你只要用我的方法 跟著我來做 重壓一檔股票 到今天 你其實一檔股票 你就可以享受到 這麼多的一個價差 你的資金已經不多了 如果你在分散開來 操作股票的話 東買一點 西買一點 我告訴你 你的資金不但不會動 甚至於還有可能在縮水 所以在今天 我更要呢 想辦法要來救這個投資朋友 在今天 我提出了這個方案 我希望你能夠慎重的考慮一下 不管你會不會來 成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我認為在今天 你都一定要撥一通電話來問看看 為什麼 來各位 這一集節目 我不多說了 我直接給大家一個佛心架 什麼叫做佛心架 我相信你可以來問看看 因為佛度有緣人嘛 既然佛度有緣人 曾英傑當然要救你 我們開放這個佛心架 就是要讓 你想要跟著我們來重壓單股的投資朋友 今天這通電話給我卡在 不管你會參加不參加 最不來問看看 其實電話 也是免付費的電話 所以在今天 我相信所有的人 你都見識到了穩貌 還有昨天買進的達方 今天行情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這兩檔股票 卻依然穩弱泰山 尤其是穩貌 從8月16號 你看得到大盤 大盤的最低點 就在8月16號這一天 我剛好就在8月16號那天 我看到穩貌這一檔股票 一買之後一飛沖天 完全跟大盤的走勢一模一樣 所以在今天 下一檔股票 如果你想要跟進的話 這個佛心架 你一定要來問看看 就在這一集節目裡面 我希望你想要重壓 敢重壓 而且想要快速 累積財富的投資朋友 這個佛心架 你來問看看 我認為你會滿意 佛度有緣人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要翻身 卻不願意來找我的話 我告訴你 我幫不了你 所以在今天 務必把握這個機會 佛心架專案 佛心架專案 不管怎麼樣 無論如何 這個電話一定要撥通 這邊我們先稍作休息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還在使用傳統股票操盤軟體嗎 每天股票一堆 鑽槍打鳥 無法選擇 這是你的現狀嗎 曾老師智慧型手機 單股系統 今天進場 明天上漲 未來更強 精選單股一支獨秀 幫助您更有效率操作股票 曾老師操盤系統 讓你拍拍手 讀股掌 速度快 鈔票進口袋 支付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您是否常常 顧錢顧後 卻旅賺旅败 今天進場 明天立刻套牢 您是否為了選股 傷痛腦筋 總是小賺搭賠 不知所措 曾老師股票敲牌式 偷過專人清貸 精選持股 待進待出 幫助您反敗為勝 對的時間 對的價位 買到對的股票 曾老師幫助您 引到股股掌 支付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看看我們上半段 跟大家分享的穩貌 還有達方這兩檔股票 再看看投資朋友 你現在手楼上的股票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很喜歡參加那些電視的名嘴 名師 其實說穿了 你參加他們之後 你會發現 他們的手法其實都一樣 為什麼他們幫不了你 你知道嗎 其實老師說 很多電視上的老師 其實跟散戶沒什麼兩樣 你所跟的人 他們為什麼幫不了你 我講過了 很多電視上的老師 其實跟散戶根本一模一樣 你去回想一下 你參加過的老師 有沒有我以下 所說的這些情況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散戶分析師 什麼意思 你來看 來 各位 你參加過的老師 你回想一下 他有沒有叫你買一堆股票 這一檔股票也買 那一檔股票也買 然後呢 買了五六檔 甚至於買了一二十檔 買了一大堆股票 到底在幹什麼 他告訴你這個叫分散風險 他告訴你這叫投資組合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各位你想想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有沒有想過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講的是動機 真的是要幫助你賺錢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真正的動機在於 他們上電視可以表演 漲最多最兇的那一檔股票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老師 都喜歡買一大堆股票 然後你會發現 真正的好股票 他們贏一點點就會叫你跑光光 獲利了結入袋 然後輸一屁股的就不講 也不帶出 繼續報 反正輸是輸你家的錢 又不是輸他的錢 這個就是電視上很多老師在幹的事情 所以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驚老師真的眼睛要白到金 不可以傻傻 不可以空空 所謂的投資組合 所謂的分散風險 我告訴你 其實說穿了根本就是在亂槍打鳥 看不懂沒把握的人才會怎樣 告訴你投資組合 看不懂沒把握的人才會這樣 他會告訴你分散風險 因為看不懂 他也不知道當一支股票會棄 真正看不懂 他就叫你學白買 買買幾大堆之後 反正在落的他就不會插小禮 如果有在棄的賺一珠珠 那明明可以賺很多 賺一珠珠就叫你這樣 出了之後 電視上面因為都在表演 屬實上你到底有賺到錢嗎 我相信你自己最清楚 就是因為看不懂 沒有把握你才會這樣做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真的看得懂股票的話 我們講真的啦 我們講真的啦 如果說他真的有 曾老師這個功利的話 他是不可能叫會買一大堆股票的 而這檔股票達方 我昨天是不是事先就公開告訴你了 我只要進場 我一定會在當天 告訴你為什麼我買這檔股票 剛剛上半段我放了兩段VCR 第一段VCR是昨天我買達方的證據 第二段VCR是8月16號 各位8月16號大盤在哪裡 剛剛大家看得很清楚 大盤在近期的第一檔 我們買進的穩帽 這個地方很多人看不懂 以為行情會再下去 包含很多電視上的空投 空投分析師 空投分析師也是告訴你 會下去會下去 那結果真的有下去嗎 並沒有 但是我相信這個地方 絕大多數的賞戶一定不敢買股票 為什麼 疊成這個樣子誰敢買 可是這個地方就是曾老師 進場買穩帽的證據 我等一下再說給大家看 那這檔答方昨天就講了 我事先講 講在前面 而且我做給你看 我公開讓你驗證 我不怕你驗證 很多電視老師喜歡裝神弄鬼 買進的股票 用怎樣 蓋牌的方式 吸引你去打電話 我不需要 我認為真正有實力的老師 應該是清楚的告訴大家 現在到底做什麼股票 然後讓觀眾朋友去看 去驗證 這個才叫做真本事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像這個答方 來各位 這個答方昨天我進場之後買 我相信你一定有在注意這檔股票 結果今天有沒有漲 繼續往上漲 可是大盤今天表現好嗎 今天表現不好 所以一個有實力的老師 他絕對經得起考驗 昨天54塊半買進 你看今天59塊半 40張 價差就200塊20萬 做股票需要那麼累嗎 我認為不需要那麼累 真的只要選對一檔股票 你集中火力 全部去重壓之後 你就會發現 財富可以很迅速的累積 然後穩帽 各位 從什麼時候開始買 剛剛你看到了8月16號 今天已經8月30號 短短兩個禮拜的時間 他跟大盤一樣 不斷的晶晶漲 這個股票 如果你真的去重壓的話 你才能夠真的賺到錢嗎 為什麼 因為你會從135塊 去給他重壓15張 一直到今天 變成166塊 你發現你的財富 真的是快速累積 一檔股票 只是爆兩個禮拜而已 就可以讓你看到 465塊的價差 相當於新台幣的465千 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兩個禮拜 你所買的股票 你的200萬資金 到底有沒有賺到這麼多錢 那為什麼沒有賺到這麼多錢 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你買了一大堆 結果你買了一大堆的股票裡面 有些漲有些跌 全部加起來 你竟然還在賠錢 所以做股票 我很忌諱買很多股票 會買很多股票的人 通常都是因為 不懂得看 哪一檔股票會漲或跌 所以只好亂槍打鳥買一大堆 這是非常非常忌諱的一件事情 我在做股票 一定要求會員精簡持股 因為你太多股票 你根本就沒有心思去看 也沒有心思去照顧好每一檔股票 所以我認為 做股票 最重要就是要選對股票 而且集中火力去壓一檔 在今天我相信大家都見識到了穩帽 還有達方這兩檔股票 我說接下來 如果有新的標的 我只問你一件事情 你認不認同曾老師的做法 如果在今天你認同的話 我們這一集節目給大家一個佛心價 我希望不管你參不參加 你都要來問看看 到底什麼是佛心價 佛心價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藉由這一份心意 我不會告訴你多少錢 你一定要來問 你透過免付費電話 你來詢問佛心價到底是什麼 佛心價內容跟服務內容是什麼 因為 我希望 真的有決心的人 都可以享受到這個優惠 所以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佛度有冤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命運 可是你卻不願意改變方法的話 我告訴你 你的命運是不可能改變的 透過今天 我相信大家驗證到了穩帽跟達方 我希望今天 所有人 都願意拿起電話來問看看 佛心價內容是什麼 明天開始如果有新的標的 我一定第一時間會通知各位進場 而且是重壓進場 希望每個投資朋友 都可以跟我們的會員朋友一樣 快快樂樂的在股市賺到錢 我們明天見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